欢迎回到这一节的天下纵横谈 在上一节的天下纵横谈里面 我们了解到到底什么是期待血 又应该如何好好的保存期待血 在现在这一节的天下纵横谈里面 我们还是一样有嘉宾 也就是永生期待血公司的专业期待血顾问 我们的Jennifer Lund 还有我们的妇产科医师张医师 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和我们继续的讨论 应该如何选择一个好的期待血公司 所以其实张医师 您刚刚我们跟我提过了 怎么样去保存这样的一个期待血 那可是您会recommend 就是您会跟您的准妈妈们 这些patients跟他们说 我会建议你们要储存期待血 那这个是有一个政府公告吗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资讯 可以让这些准妈妈们知道呢 对 现在美国政府的话 因为有这些资源之后的话 非常提倡期待跟期待血的宣传 在很多州政府的话 其实已经陆陆续续开始 是有宪法来提倡医生跟卫生局 来告知孕妇的 像加州来说的话 当然现在还不是个宪法 不过他们是利用加州当地的卫生局 来做这些大规模的宣传 对 所以其实加州的卫生局 都已经有在宣传保存期待血 跟保存期待这样的好处 那其实医生要什么时候告知孕妇呢 第一周期 第二周期 还是第一周期 第二周期 第三周期 应该什么时候讲会 这个资讯会比较容易去表达 对 通常的话 在我的诊所的话 我大概24到28周 就是第二 那个中期的话 开始跟孕妇讨论 因为那个初期的话 还是比较希望说 了解孕妇的个人跟家族的基因 看有什么特别的可以帮助的 到中期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已经知道 孕妇的危险 或就是说需要或是不需要的 那时候我会再加强一些的资讯 给他们多一些的资料跟了解 给他们多一点的知识 让他们更了解 到底是自己需要或是不需要 或是小朋友需要还是不需要 所以选择一个好的妇产科医师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时妇产科医生 也许他太多太多准妈妈们 也许不小心 有时候可能就会漏掉了 那漏掉了 可能就已经失去掉这个机会了 可是其实期待写公司也有很多 对不对 Jennifer 您在市面上应该也是看到很多 其实在台湾到处都是 所谓这样的生计公司 每一家公司要说的都不一样 有的时候就像您说的 可以存多少多少cc 我就可以做多少事情 或者是我就可以存多少年 那其实我们应该到怎么样 去好好选择一个 比较不错的这个期待写公司 Jennifer 通常我给大家建议 从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个当然是要考虑这家公司 它的一个认证 它的accreditation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条件 并不是哪一家业务代表 讲它自己公司有多好 就一定是怎么样 因为这个accreditation的话 等于是一个第三者的 一个客观的机构 在监督这家公司的质量 目前当然是美国的这些捐赠库 它的监督的机构是比较多 比如说美国的美国国家骨髓 捐赠协会的National Maradona Program 另外还有一个世界细胞治疗基因组织 FACT它的简称 是Foundation for the Accreditation of Cellar Therapy 这个机构它的基本上的 就是这些inspector都是 移植医生们 所以他们对这个期待学的 现在这里面的规范会比较清楚 OK 所以其实认证是非常重要 就是第一个步骤 就像妇产科医师会有一个 OBGYN的证书是一样的 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先来看认证 那第二个步骤呢 第二个步骤呢 当然可能选择一下 这家期待学公司 有没有一些移植的经验 因为现在市面上 有很多种不同的处理方法 那它处理的这个期待学 到底在移植上面的一个outcome 结果是怎么样 因为要看它的engraftment rate 它的engraftment的时间 它是不是可以保留 更多的一些total nucleic cells 或者是它的一些干细胞 或者可以繁殖的细胞 因为这些将来都在移植上 会起到一定的不同的作用 对 它留下越多的 有核细胞量的话 它当然它的总体的移植的存活率 成功率就会越高 所以如果这家公司 有更多的移植经验 是值得信任的 这是第二个可以选择的 第三个呢 就是要看一下这家公司 它的起待学的储存的位置 因为现在市面上 大部分有两种不同的储存方法 第一个是存在液态氮气罐当中 但是我们都是用liquid nitrogen这个物质 来保持它的温度 但是有些公司呢 它是存在这个液态氮的liquid phase liquid phase呢 不是气体 是在它的液体这样的 是在液体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有曾经发生过很多次交叉感染 所以其实血液期刊 在2007年就有发表论文 建议最佳的储存条件 是在它的vapor phase 是会更安全 是 尽量不要在液态的状况之下 最好是在比较像气态的状况 在个above它的liquid nitrogen的那个部分 会更安全一些 对 这个是第三个 可能需要考量的 另外一个呢 可能就是看一下 这些公司给客户的保障 因为有些公司 它的合约里面 可能对客户没有任何的保障 假设有些公司 它有更多的保障给客户的话呢 那当然对客户来讲 会更有安全感 将来使用的时候 假设移植没有成功 是不是这家公司 有一些replacement给它啊 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赔偿啊 这些都是比较重要 可以需要考虑的 所以其实步骤蛮简单的 可是每一步呢 都要很小心 第一步就是要做认证啦 第二个就是要看看公司 到底有没有经验 移植的这样的经验 第三个就是它储存的地方 到底是above 在这个liquid state呢 还是在vapor state 对不对 那最后一个步骤呢 其实就是要了解一下 客户的保障 就是这个contract里面 客户的保障 是的 四个步骤 其实简单的四个步骤 可是可以对消费者 这些准妈妈们 带来非常大的保障 对 刚才张医生也有提到 其实要做这样的一个 期待检 你会在24到28的运期当中 来跟妈妈解释说 看你需不需要 这样的一个期待写 那需要做妈妈的基因配对吗 还是需要看她 有什么样的先天性的 比较没有办法 发展好的这些基因吗 还是你只要告知她就可以了 这倒是不需要的 我们并没有说 特别需要爸爸跟妈妈 准爸爸跟准妈妈们 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我还是比较希望说 知道她的家族历史 有什么特别的期待血 现在目前来说的话 是真的是在临床在用的 或者现在只是在实验当中 这样子的话 我才能跟她们讲说 她们的真正的用到的机会 可能是高或者是低 还是平常的 OK 对 我觉得对准妈妈们的话 这样子才会有个比较保障说 她们所做的 所为的是真的是有一个用途 而不是好像只是 随着潮流而做这些事情的 OK 这样我懂了 那可是在24到28周里面 如果我是一个准妈妈 我今天听到张医师 我今天也有了张医师的 其中的一个患者 我听到张医师说 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 来储存这个期待血 我就开始来做 很多很多的研究了 那做这么多的研究 难道我的宝宝不会觉得 Oh my God 你在干嘛 你要做这么多的研究 那我一直看电脑 一直看电脑 对我的眼睛 对我的背也不是很好 这样子 其他的像期待血公司 会不会提供一个 比较简单的教育课程 直接来告诉我说 其实期待血是这样子的 你应该怎么选 期待血公司 Jennifer 你们公司 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吗 是的 我们是有的 其实期待血 要对这些客户们 或者准妈妈们来讲 要去选择 或者了解更多的资讯 的确是有一定的难度 特别要讲到什么 technic的东西 那更难 所以我们是一直有开展 期待血的这个课程 有做这种叫做 open house开放参观活动 OK 客户如果当然是 正好是我们南加州的客人 可能会比较有福气 对 纽约或者其他州的太远了 他们没办法到我们公司 来做实地的参观的话 那可能还是需要 就是到我们的课堂上面 来了解这方面的一些资讯 我们都一直有做 这方面的教育 专门给大家介绍 corporate banking 这方面的一些information OK 所以其实这些 我可以不用上网 Google一下期待血 然后从头看到 我可能几百页看不完 看完了之后 就算我今天看完了 也许我还不太了解 到底期待血是什么样的东西 那今天准妈妈们 如果我今天决定了 好 我现在要保存 我宝宝的期待血 那我应该要 就直接跟我的OBGYN 这样讲一声就好了吗 还是我今天要进产房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准备动作呢 对 加上告知 妇产科医生的话 另外的话呢 就千万跟准妈妈 就是说提醒说 你一到医院的话呢 就要跟您的护士说 我带了我的期待血的盒子 然后请你帮我 那个做那个处理 所以因为非常重要的话呢 就是说妈妈的血 也是要抽的 然后当然的话呢 我们可以挨两次针 抽两次血 但是的话呢 我们可以一并就是把 医院里所抽的血 加上着期待血的那个 母亲的血液收集在一起 然后之后的话呢 那什么您的护士的话呢 也可以就是及时的 假如说你在生产当中的话呢 我们都是非常忙碌的 他也能够及时把 那个期待血的盒子跟材料 拎到他的我们需要的那个 台子上面 这样的话我们才会记得说 我们是要做这样事情的 因为非常重要 就是说孩子一出来 胎盘一出来的话呢 你所存的期待血的volume 他的量 对 他的量会开始 迅速地减少了 迅速地减少 因为其实就像刚才 张医师有提到的 如果今天整个期待 跟这个拿出来的时候呢 它里面的血液 是马上会递减的 或者数量就会很少的 可是期待血呢 其实是这样抽越多越好 今天非常谢谢张医师 还有我们的有声期待血的 Jennifer 来到我们的天下纵横谈 和我们一起讨论了 期待血到底是什么 应该要如何收集期待血 还有就是如何选取 一个好的期待血公司 希望今天的天下纵横谈 对准妈妈们 或者是想要怀孕的妈妈们 都可以有小小的帮助 我们下纵横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